1516年中四大考 MC 第35題 有一個質量為 1 kg 方塊 放在 30 度傾斜的斜面 留意它是會均速的 為何放在斜板都可以均速 正常來說 正常來說 它有一個重量分量 W size 30 度 正常來說 它會向下加速 但為何它會均速 其實它暗示了磨擦力 與 W size 30 度一樣 所以它才會均速 這兩個是一樣大的 因為它提到均速速度不變 而動能是等於二分之一 mv 二次 所以當速度不變的時候 動能不應該變 所以動能的增益是零 動能的增益是零 所以其實已經肯定了一個答案是 D 但是如何去計算 克服磨擦力的工呢 我們想想 它現在想計 work 克服磨擦力的工的計法 是用磨擦力的大小 誠以為而 可以嗎 剛才提過磨擦力的大小 剛剛好就是 W size 30 度 而它走多遠呢 你想想 它的速度是三 走兩秒 可以均速嗎 所以走的距離就是 3 乘以 2 即 6 米 現在只差一點 就是既然它是一個 1 kg 我們用 M G size 30 乘以 6 於是成 9 乘以 6 乘以 2 乘以 6 所以答案就是 3 乘以 9 乘以 3 乘以 2 乘以 3 乘以 2、9 乘以 6 乘以 3 です 29.4 是這樣計算出來 所以當作D